人家呀是这个皇上的书账 是当今皇后娘娘的亲叔叔 跟人家比不了啊 人家辞去了吏部侍郎的职务啊 那惹定是这皇上给安排了更好的职务 你们眼红羡慕 得红眼病啊 可惜了呀 你们没这门子好亲戚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啊来到咱们的书馆 我刚才琢磨了 我想啊今儿啊 我要再不让这康熙皇帝 在上书房秦祝敖拜呀 可能我很多粉丝就有意见了 这您得理解啊 其实咱们这段书啊 咱们说的主要就是 哎这个孝庄文皇后 和这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 这至秦敖拜呢 无非呀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 所以说呀咱们不拿它当重点 再者说了这至秦敖拜呀 咱们原来也说的够不够的了 我呀有一个十九分钟的版本 就是上书房秦敖拜 您要是有兴趣呢 我把这个链接啊 贴在咱们这个视频的后边 您呢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那说的也挺有意思啊 您想啊 一个自媒体的中视频 说了十九分钟 还有十多万的点击量啊 我觉得啊 那就应该算是过得去 然后我把这段书啊 贴到这个评论区 您要是有兴趣呢 您就自个儿翻翻去 得嘞 咱们闲言手续呀 书归正传 咱们上文书说了 这敖拜呀 和这个自己的党羽一起 捏过了二十四项罪名啊 就除掉了政治对手 苏赫萨哈 这小皇帝 面对着敖拜的尊横跋扈啊 他当然是不乐意了 于是啊 就同这个孝庄文皇后 就是他的祖母 周圣皇代后一起啊 上领出来 如何除掉敖拜 那么权倾朝野的辅政大臣 是说除就能除掉的吗 当然不容易了 所以啊 这就需要这祖孙二人 周密的计划一下 这哪两个想来想去呀 琢磨了半天呀 觉着还得是 用自己最亲信的人 那么谁是最亲信的人呢 这会儿看呢 那就得说是外戚了 这康熙皇帝呀 刚刚大婚不久 他娶的是谁呀 娶的其实啊 就是首府大臣索尼家的孙女 贺蛇李氏 就是孝成皇后 那这会儿 这孝成皇后家 还有什么人啊 康熙六年的时候啊 这索尼死了 轰逝了 这家里边啊 还有这个孝成皇后的爹 就是嘎伯拉 这嘎伯拉呢 虽然是皇上的亲老丈人 是当朝的国丈 也是啊 这领侍卫那大臣 义政大臣 太子少保 还有啊 左领的侠 可是呢 这个人呢 他性格上啊 比较软绕 也没有什么能力 于是这昭圣皇太后啊 和康熙皇帝 就把注意力啊 都集中到了 这孝成人皇后 叔叔的身上 这个叔叔啊 我一说 大伙都知道了 就是后期 大名鼎鼎鼎的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 这索额图啊 是索尼的三儿子 是个庶出的孩子 他的生母啊 傅查氏 是这索尼的小妾 这满洲功勋贵族的这个孩子呀 都是一个意思 受这个父祖战功的蒙音呢 初时啊 就被挑了侍卫了 进德功来啊 就是三等侍卫 后来呢 那这康熙皇帝 又娶了他的侄女 就被升为了一等侍卫 到了康熙七年的时候啊 这个索额图 已经成为了 吏部的侍郎了 您听了吗 这吏部可了得了 那是管官的地方啊 所以自然呢 这索额图 就成了一个管官的官 可是啊 这索额图啊 虽然官升到了吏部侍郎 但是 他一等侍卫的侠还在 昭圣太后啊 认为啊 这个索额图 别看他年纪轻啊 但是 他有能力 有胆量 做师细致 属于是啊 胆大心细的人 而且呢 这脑子机灵啊 又善于谋划 并且又是皇上家内心 来着皇宫里 又比别人方便 所以说 他不用怎么串联 就在康熙八年的头上 这昭圣皇太后 和康熙皇帝 就和索额图一起 把这秦拿敖派的祭策 已经想好了 但是 这天大的事啊 他得一步一步的来 所以说啊 这就叫做 挖下深坑线虎豹 投下香儿啊 准备吊金 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啊 第一步 来了 这索额图啊 这索额图啊 先是辞去了 吏部侍郎的职务 这包括奥拜三内的满朝文武成功啊 也没太在意 人家呀 是这个皇上的书杖 是当今皇后娘娘的亲叔叔 跟人家比不了啊 人家辞去了吏部侍郎的职务啊 那惹定是这皇上给安排了更好的职务 你们眼红羡慕 都红眼病啊 可惜了呀 你们没这门子好亲戚 可是啊 没过几天 大家就发现 这出人意料的事情来了 这吏部侍郎的职务啊 是没了 可是索额图啊 也没到其他的部门去上班 换上了这一等侍卫的那件工作服 就是那个皇马挂子 又回到乾清宫啊 做了一名一等侍卫 只不过啊 这回这侍卫啊 他有点不一样 他不光是啊 乾清宫的侍卫那么简单 他还是这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 其实就从这一点上啊 我们也能看出 这皇上跟皇太后 为什么启用索额图 而不用皇上的老丈人嘎巴拉 这皇上老丈人嘎巴拉呀 虽然是领侍卫那大臣 但是啊 他并不能常扮康熙皇帝的左右 所以说呢 就不如这身边的侍卫这么方便 那这不明不白的 这索图啊 就从这个吏部侍卫 夸插一下子又降到了一等侍卫 这落差啊 虚伪大了点吧 那不就相当于 从副部长 一下子又干回了保安队长吗 这没有个合理的解释啊 很难说服文武群臣 更何况 还有这敖拜 虎视眈眈的盯着这皇上的动向啊 对此就不用别人解释了 这康熙皇帝对外就解释了 他说呀 郑公我最近呢 喜欢下棋 跟别人下棋啊 总是手谈不到一起 只有这索额图和郑公我对弈的时候啊 我才觉得呀 他是比较舒服 他是我在围棋方面的一个好老师 这敖拜敖少保啊 听完这件事情之后啊 哎 他也就是微微一乐 因为他心里明白 会不会跟皇上下棋 那就是说你会不会拍马屁的事 输呢 你要输的巧妙 让这皇上啊 察觉不出来 你是故意让着他 赢的 你要赢的费劲 显着这皇上啊 这棋义挺高 你赢的呢 并不容易 赢的就是那么的侥幸 所以说这少保爷呀 他也没拿眼加这个索额图 他认为这索老三呢 那就是一个拍马屁的高手 呵 这索老三呢 到了皇上跟前的 那可不光是跟皇上下棋这么简单 还从这侍卫当中啊 剪拔了一些小侍卫 这见天的 给这皇上啊 表演摔跤 当时这宫廷里的摔跤啊 叫布库 是从这个蒙古族啊 传到满族来的 这皇上这会儿啊 年纪轻轻 十四五的 那正是玩的时候 哎 可就显出有点 玩物丧志了 有的时候啊 这傲拜呀 上皇上身边 揍包一些事情 这皇上练水交生 练得上瘾的时候啊 就跟这傲拜说 哎 您看着办就行了 这点小事啊 您拿主意 哎 不要再来烦我 怎么这皇上 还下场真摔吗 那当然了 这广看他不过瘾了 不是 这傲拜一看他心中 窃喜呀 哎 这小皇帝呀 看来呀 也是和他爸爸一样 没什么出息 这顺治皇帝呀 是爱美人 不爱江山 这小皇上呢 是爱扑虎 玩物丧志 可是这傲少宝 他万万没想到 自个儿的倒霉的日子 来了 就在康熙八年的五月 有这么一天 这康熙皇帝呀 就把这傲拜 请到了上书房 这茶没吃一斩 话没说几句 这康熙皇帝 就摔杯为号 这群练扑虎的小侍卫 上前就把这傲少宝 拿住了 欺着咔嚓 就给定了三十条大罪 亭一当斩呢 康熙皇帝念傲拜 历世三朝 效力有年 不忍家诛 特将旨 革职 急没 拘禁 干净利落 三下五除二 挺大的少宝 傲拜呀 就这样 淹没在了 大清国的政治漩涡当中 是不是听到这儿没劲呢 没关系 您点呀 咱们这个评论区里边的连接 那段书 说的详细多了 咱们接着说说 这秦终老拜之后 康熙皇帝和孝庄文皇后 是怎么处置他的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拘禁 没载 那这皇上不想载傲拜吗 不一定 他是啊 怕伤了这些功勋贵族的心 这大清国的权力啊 没能旁落他人啊 就完了 何必把这功勋贵族赶尽杀绝 让这个大清朝廷啊 上下人心惶惶 至秦敖拜以后 这孝庄文皇后 接见了诸多老臣 个个安抚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次只除敖拜一党 跟别人啊 没有关系 大家呢 该做自己的官 做自己的官 这大清国的江山啊 还指着你们呢 所以说啊 这小皇帝啊 要是没有皇祖母的帮助 秦敖拜啊 那你别想了 即便能顺利的 把敖拜秦祖啊 那也会造成朝野的动荡 经过了这件大事之后啊 这朝圣皇太后 这朝圣皇太后仍然尽心竭力的辅佐小皇帝康熙 可是呢 这老太后的岁数啊 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 得嘞 咱们明天啊 我要给您解开 这孝庄文皇后身上最后一个谜团 咱们要聊聊啊 这孝庄文皇后 哎 他为什么 没能和他的丈夫合葬 却被埋在了尊化皇陵的红墙以外 我是啊 天天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喜好我的频道啊 麻烦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一键三连那更好 得嘞 我先谢谢您 咱们呀 明日见